大家好,我是李田硕 中国共有五个城市获得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 成都位于榜首 来到成都会有很多理由让你爱上这座城市 但是最让你念念不忘的就是成都的美食 因为这里是吃货的天堂 成都建设路网红美食街 如同一条属于美食的星光大道 随便哪一家来头和身份都不小 这儿不仅是本地人的美食天堂 更是外地人争相打卡的网红美食街 这里的美食不仅味道好 价格还清明 没有舒适的进餐环境 小桌椅,小板凳 或站着吃或走着吃 只要味道好 其他的通通都不重要 我已经多年过午不时了 但是来到这里仍然挡不住美食的诱惑 选了一个烤芝士条,尝尝鲜 这个龙虾杯杯面做得也太逼真了 感觉好有食欲 我旁边的一位外地游客 忍不住诱惑下单了 我发现一家国风植物饮料店 将多种药食同源的中草药加入到饮料中 这个国草概念很时尚啊 全国各地都会有四川小吃的影子 但是也许你的城市的四川小吃只是几个点 但是在成都 它会把四川小吃连称一条线 成为一条美食街 甚至连称一个面 成为美食城 建设路的小吃 除了独家的也有雷同的 比如烤勺皮 冰汤圆 捞吃小海鲜 烤五花等等 一般的味道都不错 不然很难再吃地足 但是你想知道哪家更好 就看看是不是排长队 现在的网评推荐的能力实在太强大了 中考 高考都结束了 辛苦了半年的孩子们也要放暑假了 快快安排上行程 来成都过一把美食饮吧 成都是一个足够休闲的城市 是一个空气中都飘散着麻辣味的城市 没想好的千万别来 因为来了你就不想走了 关注我为您分享更多成都的精彩 关注我及 range间的界� uniform